说到养老,跟每个人都有很大关系。 谁都有老的那天,谁都想在晚年时受到照顾、体贴和关爱。 而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荷兰,社会老龄化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严峻问题。 两国开始寻求合作。 据NOS报道,荷兰养老服务产业,已经变成了一种荷兰出口产品。 今日,荷兰卫生大臣Dijon在中国签署了一项养老领域的合作协议。 标志著中和两国,将在该领域寻求更多合作可能。 菲利普、达能、纽迪西亚Nutricia都将加入。 据和美区务报道, 几十家荷兰公司代表、几家教育机构,同卫生大臣一起来到中国考察。 希望能从养老产业的合作中赚取收益。 荷兰生命科学及健康领域平台Taskforce Healthcare的专案经理CLEGABLARS表示。 在这样一个两亿中国老人的巨大市场,这一数次还将增长到4亿。 养老服务产业将变得非常有趣。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超2亿。 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 GABLARS称,在荷兰,有94%的老人都是独居的。 而在中国,老人独居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孩子们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生活,而且大多数人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照料老人。 荷兰健康护理组织Humanitis,伊拉斯莫大学以及海洋Hochis School相关人员同大臣一起来到中国。 他们可以设立培训中心。 给出切实建议,还能够介绍荷兰如何安排痴呆老人和生病的老人,与健康老人,同住在一间养老院。 一些荷兰公司,还专门销售为老人特制的每日奔装小药袋和食物。 Taskforce Healthcare的负责人Mick O'Vanling表示。 当然,知识交换并非完全免费,也具备其商业性质。 比如,伊拉斯莫大学将会在荷兰举办培训专案。 想要学习的相关产业从业者可以支付学费,来荷兰学习一周。 当然,我们也能向中国学习。 如果他们将荷兰的老人护理模式应用在中国大城市,这个规模是我们之前不熟悉的。 势必将会为我们提供新的视野。 荷兰为何能将养老产业作为一种产品出口? 要知道,荷兰的养老系统可是当今的全球NOE,而且一直名列前茅。 在养老方面,由于国情和文化的差异,中和两国有著很多不同之处。 相信在荷兰的大家,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观察到。 接下来,小乔带你了解一下,为何荷兰能被评选为老人天堂? 荷兰老人更独。 每天,在荷兰都能看到一个人颤颤巍巍走路的老人。 他们用驻步车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向前挪移。 无论上下公交,还是进入公寓。 多数路人都会在必要时为他们施以援手。 荷兰老人更注重隐私。 普遍更愿意独自居住。 居家养老。 因此,政府规定老人可以获得公寓底层的社会连租房。 据了解,荷兰养老金主要有三部分。 一是政府养老金,每个老人都可获得。 二是雇佣养老金,由工作期间雇主和本人共同缴纳。 三是个人补充养老金。 护理工会每天准时拜访老人。 帮助洗衣、吸尘、打理家务。 还电期陪同去社群健康中心检查等。 费用一部分报销。 一部分自负。 自负部分爱老人的经济情况确定。 如果亲友帮助照护老人。 政府还会给照护者酬血金。 此外,居家养老的老人,还可获得许多政府提供的服务。 比如,给无法做饭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在患病、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安装警报器。 和警告中心联动。 提供紧急警报服务。 给不方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老人,配备特殊的小巴。 住宅无障碍设施免费改装。 老人家居环境,若需要修理、安装。 这需付台料费等。 荷兰老人爱住养老院。 比起中国人来说。 荷兰老人更愿意住在养老院。 一提起养老院,老人愿这样的词汇。 我们中国人脑海里,总是浮现住一栋位于偏远城郊的建筑里。 聚集了无数被家庭生活抛弃的老人。 他们有些孤苦伶仃。 他们就要这样孤独地结束人生。 在荷兰。 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 荷兰的养老院,常位于森林环报的风景区,或是闹钟取静的城市公园边。 养老院内,房间的色调典雅,且不湿活泼。 各种功能的房间应有尽有。 在这里,老人拥有自己的专属房间。 他们既可以参加集体娱乐活动,也可以选择过自己的私人生活。 越来越多的养老院尝试让年轻人住进去。 帮助激发老人们的活力。 荷兰东部小城戴芬特尔市的马尼塔斯养老院,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拥有160名老年住客的养老院,去年决定把院中多余房间,免费租给当地的大学生。 前提是, 学生们每月必须花至少30小时,陪老人聊天、购物或学电脑。 对这样的安排,老人们非常满意。 对于患有特殊疾病的老人来说, 荷兰人还在阿姆斯特丹建了一个HowJay的老人吃呆正村。 村子里有广场、花园、剧院、邮局、超市、咖啡厅和餐厅等。 老人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去超市购物。 152位老人,居住在23栋各具特色的房屋里。 屋内的家具是根据老人们记忆中的样子布置。 每栋房屋住6、7位老人。 老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房间。 每栋房屋最多由4位护理人员照看。 问起荷兰老人,为何主动选择去养老院? 得到的答案多是, 我一个人住更舒服。 隐私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儿孙抽时间过来看看我就好了。 荷兰首创日拖。 日拖是荷兰首创的养老模式。 日拖中心借尽了托尔索模式。 主要物件是需要照顾。 但又有一定行动能力的老人。 白天,老人在日拖中心活动和吃饭。 晚上回家睡觉。 这种方式在荷兰非常受欢迎。 即使没纳入医保,老人也愿意自费钱来。 在日拖中心。 护理人员带领老人,做很多干预,启用训练。 比如各种集体活动,游戏等。 其中,电子游戏就是一个进入式的训练。 通常,日拖中心只需要一到两个专业人员,就可照顾10至12个老人。 帮他们玩得开心。 吃得健康。 并引导老人自主生活。 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 虽然上述这些养老模式,照搬到中国可能不一定适用。 但多多沟通交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荷兰的创新、理念以及经验,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 中国人更有于校为先的传统观念。 多数中国老人难以接受被自己孩子送去养老院。 认为儿孙满堂。 共处一室。 才是其乐融融。 再加上中国优质的养老院价格偏贵。 普通大众难以负担。 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 如今,年轻人背景离乡,去大城市打拼。 那些在农村、城镇生活的老人们。 非自愿的孤独和遗忘,更是成为了常态。